谣言和沉默究竟能把事实扭曲到什么程度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房间里的大象 保罗和婷婷是一家公司的新员工 这晚他们来到公司举办的化妆派对上 在这儿大家都把自己打扮成动物 派对中途老板在台上讲话 他表示虽然派对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活动 但他还是想对近期的一次意外表示遗憾 原来大概一两个月前 有一名员工从楼上掉下来摔伤了 老板让这名员工的同组组员上来说两句 他们一个打扮成大象 一个打扮成野兔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 这两名组员似乎很不会说话 本来是表达对伤者的慰问 可说着说着他俩竟然开起了玩笑 这种不尊重伤者的行为 让在场的同事们很不自在 老板见状只好打起原厂让他俩下去 很快派对继续进行 但婷婷还是想着刚才的事 因为意外发生时她还没来公司 所以她并不清楚这个意外的具体情况 保罗见状便带她来到二楼的一处阳台 表示事发地就在这 刚才发言的大象男和野兔女 就是当时的目击证人 婷婷很奇怪 她觉得阳台周围的栏杆都很高 她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摔下去 忽然大象男正好出现 两人有点紧张 连忙打招呼 但大象男一声不吭 只是把手搭在两人的肩上 使劲的想把两人靠在一起 两人非常尴尬 让大象男停下 大象男诡异的一挥手 默默的走开了 回到派对上 保罗和婷婷又看到了大象男 她的行为非常怪异 作为一个已婚人士 她不仅和野兔女公开亲热 还到处欺负其他同事 保罗和婷婷心里有点不舒服 他们探讨起来 一致认为大象男有点问题 他们找到人士 想了解一下当时意外的前因后果 但仍是一脸神秘的表示 因为受公司保密条款限制 他不能跟别人多说 他只告诉他们 这件事涉及到内部冲突 最好不要再打听了 可这一下 婷婷和保罗的好奇心彻底上来了 他们认为 一定是那个大象男干了什么事 才导致那名员工坠楼 他们四处打探 终于从一个朱大叔那里得到了消息 朱大叔表示 那名坠楼的同事一直是个孤僻的人 经常受到其他同事排挤 据办公室里的传言 他这次坠楼啊 与一张图片有关 说完 他指了指另一名同事 松鼠女 表示他知道事情的原因 于是两人找到松鼠女 松鼠女把他们带到储物室 在这里 他翻出一张图片给两人看 两人震惊的发现 这是一张电影中怪物和受伤员工的面部对比图 松鼠女表示 有人故意把这张图发到了公用打印机上 想借此羞辱那名员工 并且管理层一直试图掩盖这件丑闻 回到派对上后 看着不断向同事开着恶意玩笑的大象男 保罗和婷婷愈发怀疑起他 他们偷偷溜到办公室 想从大象男的电脑上找到关于那张图片的证据 但由于大象男的电脑不在 而野兔女又跟他共用一张办公桌 两人又继续猜测 认为野兔女跟大象男是一伙的 他们打开野兔女的电脑 果然在上面 他们找到了那张恶意的对比图 不仅如此 他们还找到了更多的恶意图片 他们赶紧拿出U盘 想把这份证据考下来 但此时野兔女正好走进办公室 他质问他们在干什么 保罗有点慌 但婷婷大着胆子表示 他认为正是因为野兔女和大象男 对受伤同事的欺凌 才导致后者想跳楼自杀 野兔女很震惊 他指出 是那名受伤同事自己的心理问题 因为那名同事喜欢大象男 却遭到了后者拒绝 而在悲剧之后 那名同事质疑认为 大象男跟野兔女有一腿 于是在一天中午 他在阳台上攻击他俩 结果却自己掉了下去 说完野兔女气冲冲地拿走自己的电脑 并表示 那些恶意照片只是个玩笑 野兔女走后 保罗和婷婷拿着考好证据的U盘 回到派对现场 显然呢 他们并不信任野兔女 而这时 他们又看到 远处的野兔女正在和大象男 耳语着什么 然后就溜进了打音室 保罗猜测 他们一定是在想办法对付自己 于是婷婷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是公司前台 他有所有房间的钥匙 他跟着大象男和野兔女 来到打音室 趁两人不注意 偷偷把门锁了 接着他和保罗找到派对上 控制投影仪的同事 借用投影仪 把证据公开了出来 一瞬间 现场的同事都震惊了 大家议论纷纷 人士呢 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俩 两人表示 自己只是在声张正义 人士一脸头疼 没有办法呀 他只能公开告诉所有人 真相 他表示 那个坠楼的同事呢 是一个精神病 他确实攻击了大象男和野兔女 但为了不引起大家恐慌 管理层 才把这件事压了下去 可此时恐怖的事情 发生了 猪大叔突然神色匆匆地 跑进现场 他刚刚在厕所 发现一具尸体 正是大象男本人的 大家陷入了恐慌 原来 那个精神病同事 从医院逃了出来 他杀了真正的大象男 并前进了派对 现在打算报复野兔女 后者慌忙想跑 却发现 门已经被锁了 他被精神病砍下手 趴在窗边 惨叫着 婷婷和保罗惊恐地看着 野兔女又被拖了回去 精神病趴在窗边 面露 猙獰 故事结束 房间里的大象 2020年挪威恐怖剧集 血缕怪谈中的一集 实际上啊 这个片名呢 来自英国的一句谚语 它用来指那些显而易见 却被人们忽略 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 在片中呢 事情的起因 原本只是一件简单的小事 但由于管理层的谨慎小心 这件本该让大家知道的事 却变成了一件未公开的秘密 而底下的员工 无论对真相知道多少 也都不敢过多或公开的谈论 从而才导致谣言烦滥 以至于误导了新来的员工 导致了最后的惨剧发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